经过一番筹备,宋志县着急本县士绅商讨办学事宜 简要说明主要依仗民间资源之后,他说 筹集经费是兴办教育的关键 医学学政武训前辈,靠乞讨、卖打都能做到 置办学田三百余亩,积攒向来万贯之资开办医学 我相信有在座诸位一起努力,我们也能做到 我和张总董合计先从对民生影响小的开始 预备开征后葬捐、婚礼捐、蝉租捐等等 具体措施就请劝学所总董张天忆向大家说明 张启申说道 当今之事,列强桓四,七五名弱,几次三番,强强豪夺 此为我中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纵然英法美德俄日祝国 随各具特色难以禁数 然相同之处,无因例外皆致力于国民教育也 古往今来,我国人亦尊师众教 虽成就了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之邦 然尽以甲子 何以吕战吕败于列强爷 十亿事亿亿 正知我朝陶醉于圣贤经典之完美 自给自足之窃意时 西方人文启蒙,文艺复兴已悄然兴起 由宗教改革延伸出现代哲科思维 催生出京士之用之数理记忆 再经近二百年之孕育 工业革命终于破茧成叠 使西方率先进入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孰优孰孰孽 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人无意在此展开 事实是 今日亦英人之生产力已胜于我三四百国人 以一当时已不能胜,何况以一当数百呢? 我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义不变的道美 今农耕天已变为工业天意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再退,我天朝将有亡国灭种之欲 唯一生物是学习西方,如何学习? 我们看看东阳 日本自1872年颁布法条推行西学 现已完成普及小学教育 三十多年来 日本已经培养出整整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国民 日本也已寄身世界强国之类 在座各位父老皆为民间之佼佼者 安忍是我天朝落于他人之后乎 经光绪皇帝圣名,亲定颁布实施 奏定学堂章程 项仿日本学制 凡小儿及旧学之年而不入学者 醉其父母 此所谓强国先强少年也 为不负圣上叛国父民强之殷切期望 敦请诸位父母 共襄宋太爷兴县利民之办学圣举 其心协力于以下筑项目 一,将学堂章程,小玉乡民 务必要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二,凡请清查各乡村 适合于改建为校舍之寺庙观祠堂等 本圈学所将遣人登记造册,以共规划之用 三,请愿意改制为公学的私塾 向本所报备,以便统筹安排 四,请推举各乡村学捐目击人报备本所 五,请有意办学的乡村自组校董会 积极提交办学申请 六,请举荐国文、历史、修身、定义、算法、理科等各科师资人才 共本所统一考核选聘 七,募请登记各乡村16岁以下男女孩童名册 并驻名入学意愿 本所将派人收入备用 自今日起,本所正式挂牌办公 诸公如有半学疑难,无自当尽全马之类 今天就讲到这,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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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